在德国这边我们是在做认真的评估 但是目前还是在一个非常早期的阶段 台积电传出考虑在德国设立晶圆厂 最可能坐落在欧洲最大半导体聚落 德国东部的德勒斯登 外媒报道台积电一直在跟英飞林 罗伯特博士还有恩质普半导体组成的集团洽商 计划打造一座厂房进一步服务汽车产业客户 英飞林执行长普洛斯法事会上透露 受到疫情干扰 晶片库存创下历史新低 市场已经极度吃紧 晶片短缺问题非常严重 他表示台积电是英飞林重要供应商 双方共同开发多项产品 普洛斯支持台积电在德国新建晶片厂 更认为相比英特尔来说 更青睐台积电的技术 车用半导体制造流程少说三到五年起跳 功率规格要求更高 相较初步切入代工领域的英特尔 专家认为台积电在产业熟悉度上更具优势 观察台积电考量面向 包括欧盟政府政策补贴力道 是否弥补社场成本 欧洲当地半导体业者 埃斯莫尔在内技术领先地位 台积电也能进一步切入庞大车用商机 与当地车用电子大厂强化合作 如今英飞林高层声援喊话 台积电欧洲布局脚步似乎也越来越近 新南京市沈卫彤台湾台北报道 新南京市沈卫彤台湾台北报道